丁伟将在鲁湖大战迎来三连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情况还真的无法避免 当上海队在此前的比赛遭遇多次失利之后 他们就以11胜11负的战绩下滑到全联盟的第10名 他们距离跌出季后赛也仅有一步之遥 虽然常规赛还有30轮 但如今的他们也需要通过一波连胜帮助自己重启逆袭 毕竟他们在当前赛季还想重新打进半决赛呢 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就要求他们在季后赛同样能够淘汰诸多的强队 随后上海队就祭出了新的绝杀万箭归宗 不过山东队就注定成为上海队的垫脚石嘛 在篮球地看来刘鹏的这季杀招也很简单 那就是发挥出现有这套阵容的极限战力 山东队不是崇尚小球战术吗 那他们就要用传统的阵地战给他带去持续不断的成戒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严鹏飞 李鸿泉与任俊飞能够压制陶汉林 焦海龙与甲城这三名球员 刘征 罗汉琛 刘正清全场给高石岩 陈培东与沙悦克等球员全场上强度 逢来就需要单挑吉伦沃特 上海队的目的也只有一个 在完全阻断他们团队配合的前提下 还要掐死他们的外线投篮 让他们彻底失去自己最犀利的攻坚重武器 让他们在赛场上被迫打阵地战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上海队还需要将对抗的强度提升到极限 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他们出现失误的几率 这样的战机一定会被上海队的球员及时抓住 并第一时间打出十分犀利的反击 只要做到这一点 双方的分差也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彻底拉开 更别说 王哲林与刘正这两名球员 还通过最近的机场比赛成功打出了自己的状态 这也就让上海队在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劲的战力 不过 这也只是一个开始 他们的最终目标可是重返半决赛 这也就是说 上海队在未来的常规赛中 还需要将自己的战力推上新的高度 队内的年轻球员显然就成为了突破的重点 尤其是刘正清 李鸿泉 张之遥 戴浩 潘维与刘理佳等年轻球员 他们一定会成为刘鹏重点培养的对象 毕竟李鸿泉这名年轻的大前锋 在此前的比赛中已经给粉丝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而他场均11.1分 5.5篮板与2.0助攻的战绩就成为了最有力的证明 但只崛起一名李鸿泉的话 对于上海队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 如果可能的话 就需要其他的年轻球员也能够相继崛起 并且这些年球员的积累已经满足了崛起的条件 这不仅能够上海队的阵容实力变得更加雄厚 还让他们拥有了白尺干头更进一步的可能 在这方面 我们就要有种感谢李春江指导花费两个赛季 为这支球队所打下的根基 虽然如今的他已经离开了上海队 但他的功绩我们永远铭记 这不上海队就在老帅刘鹏的带领之下 重新冲击半决赛 就算如今的他们很难是辽宁 浙江 广沙 新疆与广东等强队的对手 可打进季后赛的前八还是很有可能的 更别说 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外线攻坚火力 他们还签下了布莱德索与培根这两名小外援 这也就让他们的外线攻坚能力得到进一步的保障